欢迎大家来到护江网校葡萄牙语课堂 我是你们的老师Gristina Hola,大家好,我是Gristina老师 经过了上节课的学习啊 大家对于分音节规则都有了适当的了解吧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大家先复习一下分音节规则的第二部分 然后啊,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分音节规则的第三部分 以及一些葡萄牙语发音的语音语调的练习 好啦,还是那句话,大家拿好上节课的笔记,我们开始复习了 上节课所说的分音节规则二呢 我们说第一种情况啊,是二重原音可以单独构成一个音节 也可以跟其他辅音构成一个音节 但是不能被分开,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是 等等,对不对 当时所说的几个单词啊,来带大家读一下 然后呢,还有类似的 请注意,Olu跟Oil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啊,一个是普普的发音,一个是巴普的发音 当我们说第二种分音节规则的时候,是形成了原音分立,对不对 它是不能构成二合原音的两个原因放在一起,我们需要从中间切一刀,将它分别从属于前后两个音节 它分别是 上节课所说有一个小点,带大家复习一遍 我上次说啊,如果说单词当中出现了A这个字母,原音字母后面又出现另一个原音字母的时候,需要将字母A的发音读成一,对不对 举的例子就是剧院这个单词Diadro,虽然它是A,我们没有发成Diadro,而是发成了Diadro 同样的散布这个单词Basiad,我们也是发Basiad,没有发成Basiad,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哦 好,分音节规则二当中最后的一种情况,我们所说的是字母组合G和G后面所根的原音它都不能分开 当时所举的例子啊,是包括数字四啊,还有正方形啊,热的等等这些单词,对不对 请注意哦,我们这里所说的字母组合G后面根的原音,包括A,A,I,O,U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啊,我们来带大家读一下 好,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刚才所说的,当我后面出现的是A这个原音字母的时候 我并没有要求它是读G还是G啊,跟我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音节都分在一个,对不对 而当时我们强调的是这个热的G这个词,对不对 虽然后面出现了一个原音字母A,又出现了一个N,它全部都要放在一个音节当中哦 所以G只有两个音节,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哦 上节课最后总结的六种情况分别是什么呀 第一个A是单独做一个音节 M这样的,两个辅音加一个原音也是一个音节 M两个音节 也是两个音节,对不对,属于两个辅音 Bua两个音节,genchi两个音节 好了,结束了上节课分音节规则二的部分之后啊 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分音节规则三了 大家深吸一口气,休息一会儿,我们开始咯 分音节规则三当中第一个要讲的就是 我们上次所说的字母B,B,C,G,D,D,F,V 后面加上的R,R构成的辅音字母 属于同一个音节,它不能被分开 也就是说啊,我们辅音连缀当中 Bla,Bla,Dra,Dra,Ved等等啊 它都是这一类辅音连缀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单词吧 第一个,白色的Bla,Bla,Bla,Bla 这个词没有问题,讲颜色的时候也讲过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根据我们所说的分音节规则三这个部分 第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怎么分这个单词的音节呢 那么Bla,这个词Bla,它是辅音连缀 必须属在同一个音节 那么后面所跟的原音字母R 以及辅音字母N 也是不能分开 就跟我们上节课所学的G,C,那个字母一样啊 它是必须属在一个音节的 那么后面的C,辅音 加上O,原音是一个音节 所以这个单词有两个音节 Bla,Bla,Bla 好,大家学会了吧 第二个单词呢 类似的,类推叫拥抱 Bla,Su Bla,Su 辅音连最后面跟的原音不能被分开 那么Su一个音节啊 有同学就会疑问了啊 这个C加一个小尾巴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啊 它是葡萄牙语当中特有的一个发音 它呢 是C字母家的小尾巴 发的音如S的音一样 S 所以Bla,Su Bla,Su 这个小尾巴的音啊 是葡萄牙语的特色 大家要记好哟 拥抱这个单词啊 是这样的 我有什么要讲解的呢 就是说 在写信的时候啊 一般结尾的时候啊 外国人比起中国人来讲 可能就显得比较轻尼 比如说中国啊 给你的好友写信啊 可能最后就写啊 以致祝福什么等等就结束了 对吧 外国人通常都喜欢说 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以作为表示问候 就会在结尾的时候写上 Us Brasus Us Brasus 给你一个拥抱 就是作为写信的结尾 那么除此之外啊 Bla,Su 它不仅有怀抱拥抱的意思 它还有扶手的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啊 有一些公园 都有一些长凳子 对不对 都是有扶手可以靠的 那么椅子扶手呢 就叫Bla,Sus Gi,Ga,Della Bla,Sus,Gi,Ga,Della Ga,Della 就是椅子凳子的意思啊 那么就是 这个表示公园的啊 椅子扶手 你学会了吗 下一个词啊 Bla,Ga Bla,Ga 为什么这个单词大写了呢 大家猜一猜 它应该是城市名或者是表示名词类的 对不对 它是布拉加 葡萄牙呢 北部的一个城市 诶 讲到这儿啊 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布拉加这个城市吧 它呢 位于葡萄牙的最北部 是北部的最大的省 布拉加整体的建筑风格啊 跟南部相差非常的大 其中呢 布拉加的大教堂 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教堂 另外啊 还有一个山上的仁慈耶稣朝圣所 它的葡萄牙语叫 Bon Jesus du Monchi Bon Jesus du Monchi 好 这个Jesus就是英语一样的啊 就是耶稣的意思 那Bon Jesus就是我们所翻的仁慈耶稣啊 Du Monchi Monchi就是山上 也就是说仁慈耶稣山啊 其实版本的名字是这样的 那么它呢 以宏伟的爬升116米 形成的这个洛克台阶而著名啊 就是说这个整座山上都是阶梯 这也是布拉加最最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共和国广场 叫Blasada Rubriga Blasada Rubriga 共和国广场 它位于市中心啊 被规划成了这个公共的花园广场 然后呢花海大道两侧都是很多的商店 然后是一些休闲购物的好去处 最后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叫做 佩内达吉尔斯国家公园 它的葡萄牙语名叫 Balgu National G Beneta Rilis Balgu National G Beneta Rilis 好 这个佩内达吉尔斯 其实就是我们的中文英译过来的啊 Beneta Rilis 吉内斯 这是一个国家公园 Balgu就是公园的意思啊 通常我们所说的 National 这个词跟英文一样对不对啊 国家的国家公园 诶这是葡萄牙唯一一个国家公园哦 始建于1971年 深受一些露营者 还有步行爱好者的欢迎 特别是啊 它北部的荒野地带啊 是一些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最爱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再去葡萄牙旅行呢 一定要记得租上一辆车 开到国家公园的森林保护区 去跟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好啦 老师只负责种草 什么时候拔草就看大家自己咯 那下面啊 我们赶紧收一收欣赏这个美景的心 回到词汇当中来 此类单词呢 还有以下几些 Blanza Blanza看到了吧 松叶松树的落叶 这个词呢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就希望大家明白它的音节啊 Blan整个四个字母 做一个音节 za一个音节啊 接下来呢 除了这一类之外的 还有很多Glan Gla 这些开头的福音连续的单词 对不对 到我们给大家讲讲嘛 第一个啊 最要说的是伟大的大的 Glanci Glanci 这个词啊 应该没什么要说的了 第一个是指 我们说宏观上的大 就是大小的这个大 那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诶我家房子可大了 A Gaza e Granci A Gaza e Granci 很简单 就是大小的大 第二个伟大的 我们都说啊 这个毛主席很伟大 对不对 U Presidente Mau e Granci U Presidente Mau e Granci 毛主席很伟大 通常是这样啊 我们知道毛主席 全名叫毛泽东 但是呢 在国际上 我们通常啊 不会把毛泽东 给说出来 因为外国人 不会发责这个音 所以通常啊 我们一说毛主席 我们直接又 Brasilienci Brasilienci 就是总统的意思啊 主席 国家领导人 Mau 直接这样啊 毛主席 他们就全世界都知道 指的是毛泽东 所以没有必要 将他的全名翻译出来哦 这句话当中 我们就说Glanci 就是我们所说的 伟大的意思啊 那同样的 此类的单词 还有 Glamatica Glamatica 这个单词的音节 我们看一下怎么分 Gla 辅音连续 后面加一个原音 没问题吧 M一个音节 D一个音节 Ga一个音节 非常的简单明了 是不是 下一个单词呢 我要多为大家讲解一下 它叫 Gla Duidu Gla Duidu 免费的 好 有同学啊 听完我的示范发音之后 会有点疑问吧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 Gla Duidu 还是Gla Duidu 呀 其实是Gla Duidu 对不对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仔细看中间这个 De Ui 它是一个二合原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能将它分开 那么它是Ui 的二合原音 自然要放在一个音节上 而且它的重音就是Ui 加上前后两个音节 读的是Gla Duidu 请记住哦 是Gla Duidu 那么有人会疑问Gla Duidu 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啊 是在E上加了一个开音符号之后 所发的音 那样的单词并不存在 我们下次在讲分音节的 重读规则的时候 这个部分啊 我会为大家讲解 什么时候有重音符号 它需要读的重音 在那个符号上面的 其他时候呢 是正常读的 所以这个单词还是Gla Duidu 免费的 好免费的通常我们都说 哎中国这个免费的义务教育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葡萄牙语 它有阴性阳性之分 我们这里Gla Duidu 它指的是阳性的形式 对不对 那么Lisang 这个词是课程教育 那么它是个阴性的名词 所以自然要取 免费的阴性形式 去修饰这个教育 Lisang Gla Duidu 好 以此类推 有免费的教育 自然就有免费的书籍 对不对 Livlus Gladuidus Livrus Gladuidus 下面有一个词啊 叫澄清 它怎么读呢 Gla Gl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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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节分呢 没有问题了吧 最后一个单词啊 明亮的 明确的 老师是要稍微啰嗦两句 为什么这个单词比较重要呢 它是这样呢 它的意思呢 也比较多 一个是有明亮的 还有一个是明确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举例 明火这样的词 它就叫 Fogu Gladu Fogu Gladu Fogu啊 就是Fire 火的意思啊 就是明火 那么如果我们把Gladu 修饰天气 它就表示 今天天晴吧 可热了 38度呢 Tempo Gladu Tempo Gladu 晴天 再比如说 哎呀 我今天跟那个 好朋友去了山里玩 然后中间有一条 溪水非常的清澈 就叫 Agua Gladu Agua Gladu Agua 就是水的意思 Gladu 这个地方呢 就形容清澈的水 对不对 看它这么多 意思之后 我还有一个词 想单独讲 明确的这个词啊 比如说啊 我们经常说 哎 今天我们一起去去玩了 玩了都很开心 我们下次再约吧 然后你会回答 那当然了 有空好说 对吧 一定会再约的 那当然了 这句话就叫Gladu 直接用一个词 就可以表示了 没问题 OK 那当然了 好 这个明确的表达意思 大家学会了吗 讲到啊 分译节规则三 当中的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又到了我们上节课 教大家发音的时候 最纠结的哪个点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的一个点 它叫字母组合 这个字母组合 不能在分音节的时候 被分开 也就是说 这两个字母 要分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一下单词 那么自然 F加E是一个音节 那么遵循我们字母组合 不能分开的规则 我们后面跟一个原音字母 那F一个音节 D一个音节 好 简单明了 同样的我们看 妻子女人 MU MU做一个音节 简单明了 后面因为 这个字母组合 不能分开 所以后面 A 原音加 A 和整个四个字母 做一个音节 这个地方可以打个五角星 同样的还有工作呀 这些都非常简单了 也是同样的道理 好 记得其他的啊 关于这些 和 的一些词汇 我们就在这里不一一举例了 我觉得啊 建议大家可以回去 将我们上节课 所学过的具体的 D N 所出现的所有单词 将它找出来 然后按照我们今天 所教的分音节规则的 第三部分 回去呢 大家可以自己 将它分音节练习哦 我期待大家 找我来对答 哦 第三部分 分音节规则三当中 字母 R R 要分开 分别从属于两个音节 这和字母 SS 是一个道理的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啊 在这个字母当中 会出现两个 R 需要发 本来是颤音的音节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这个葡萄牙语的要求当中 是对葡萄牙语的颤音 没有更多的需求了 所以不颤呢 那我们发的时候 发 这个音啊 请 在分音节的时候 将它们分开 比如说 第一个单词 叫车 Gahu Gahu FF分开 分别从属于两个音节 从中间P到 Gad C R 一个音节 RO 一个音节 Gahu 这个单词啊 是叫车 指的是四个轮子 普通的一些小型的车 那么以它为词根 会有多少单词呢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 救险车 Gahu Gi Sugahu Gahu Gi Sugahu Sugahu 就是紧急情况 我们通常说 在这个野外啊 遇到了紧急情况啊 需要紧急呼救 都是SOS 对不对 其实在葡萄牙文当中的 SOS的原型单词 叫Sugahu 救险车 除了救险车之外 还有别的好多类型的车 比如油罐车 Gahu Gi Dange Gahu Gi Dange 哎老师开个小玩笑啊 这个Dange 并不是你们所说的坦克哦 这指的是油罐车 那我们继续 电车 Gahu Elektrigo Gahu Elektrigo Elektrigo 就是电的 所有跟电有关系的形容词啊 电车 还有啊 比如说工地上啊 一些推砖的 搬砖的 运泥沙的 会用一些手推车 对吧 Gahu Gi Maus Gahu G Maus 同样还有冷藏车 对不对 Gahu Fligo Lifigo Gahu Fligo Lifigo 好 我们将所有的车型都展示了一遍 来 下面进入下一个单词 Gahafa Gahafa 瓶子 那我们看根据分音节的规则 Gad 一个音节 R R 一个音节 F F R 一个音节 R R 请分开 同样的 EH 错误 比如说啊 大错特错 EH G VOD EH G VOD 纠正错误呢 Guhi Gi Li Un EH Guhi Gi Li Un EH 还有啊 坦白错误 承认错误 Confessar Un EH 最后呢 一个单词想讲的叫做Gah G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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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词啊 在葡萄牙语最近中啊 流行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最近流行这些下载啊 这些东西 以及给手机充电这一类的词啊 在以前的葡萄牙语当中呢 是很少有这种新型的词汇出现的 那么这个词啊 最近流行了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用呢 它有装船装车的意思 比如说打包上路 Gah Gah 的 As Gostas 很简单 那再比如 哎我手机没电了 对吧 这个现在手机基本只能用一天 我要给它充电 Gah Gah 的 U Dere Movil Gah 的 U Dere Movil Dere Movil 就是手机 好 再比如说 我想下载一个电影 那么列表当中出现了下载任务 Gah Gah 的 阿 Dere 法 Gah 的 阿 Dere 法 就是我要下载的任务 好啦 老师 啰里巴 搜射了一大堆的规则 下面啊 到了我们一起互动的环节 我们即将进入到这节课的下一个部分 叫做普语的语音语调部分 那么在这个部分当中呢 我们将学到三种类型的语句 以及语调 第一种是陈述句 第二种是一般疑问句 第三种是特殊疑问句 诶 这三种的语音语道都是不一样的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老师要讲的第一种呢 叫做陈述句 它呢通常在读的时候啊 语调是聚首略微上升 然后以降调结尾的 请注意啊 最后结尾的特色呢 是让声调在剧末的最后一个音节下来的 我们举第一类例子 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 说明某些事物 如 哎 这位是谁是谁 这是什么什么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那是电影院 大家看我刚开始声一点调啊 最后 的时候是降调 同样呢啊 他们是您的同事 好 大家用我的方法啊 先吸一口气 把第一个单词读完之后 哎 慢慢吐气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啊 就是降到结尾了 来 我们开始啊 这样的方法来读一下第三句 这本书是保罗的 是不是很好用呢 除此之外啊 第二种类型陈述句的语调 它用来表示陈述地理位置 比如说什么什么建筑 位于什么什么地方等等 这类词同样有这个方法 来跟我一起深呼吸 这个方法是不是非常好用啊 第二个句子 我家离公司很近 这个gada就是房子的意思啊 figa就表示地理位置 是一个动词啊 最后一句 商店在楼下 a loja figa en baixa a loja figa en baixa 好 借着这个学习的气势 我们直接将陈述句的最后一种句型 语音语调介绍完了 它是用于说明人物关系的句型 比如说 这位谁谁谁 是谁谁的 谁谁谁 好 中文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例句吧 他是我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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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弟弟老师用红色的笔 把它圈起来了 为什么用红色的呢 大家都知道啊 从小学ABCD的时候 就一定学过词汇 姐姐妹妹sister 哥哥弟弟brother 大家都知道 外国人是不分 直接有单词 是哥哥跟弟弟的 对不对啊 他的兄弟都叫brother 姐妹都叫sister 葡萄牙语也是一样的 他的哥哥弟弟都叫 e the mole 他的姐姐妹妹都叫e the man 好 有同学说 那怎么办呀 我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 就没法分清楚了 那老师标红线这个地方 就为大家解释一下 我之所以用红线表示 就是因为告诉大家 我想表示兄弟当中 那个年纪小的是弟弟 所以我们说 e the mole maisnov nov就是年轻的 这个词圈起来的 完整意思就是 兄弟当中 较年轻的那一个 也就是弟弟 好 不用再为老外的脑回路 而感到纠结了 他们就是这样 发明单词的 那我们呢 比他们聪明点 对吧 我们自然能够 把葡萄牙语 学得非常的快速 诶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句 玛丽亚的丈夫叫弱泽 玛丽亚的老公叫弱泽 这个词之前接触了 对吧 就叫什么什么名字 好 下面一个 我有两个姐姐 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姐姐 还是妹妹 对吧 反正不管 外国人也不纠结这个 那么下面一个句型 我们到了一般疑问句的句型 这个地方跟刚才所说的 一般的陈述句有点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 它的要求是 一般疑问句的语调 聚首略上升 聚中下降之后 仍然以声调结尾 也就是它的整体节奏是 声降声 要把最后一个单词的 中读音节声调 一般疑问句啊 下面我们来看 它的句子的内容啊 其实跟陈述句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呢 我以疑问的形式 把它读出来了 这一类的句子 就叫一般疑问句 那我们来读一下哦 刚才啊 所说的陈述句 是以降调结尾的 而这个一般疑问句 是以声降声的形式 那我们来读一遍咯 声降声是不是 内视电影院吗 再来 他们是您的同事吗 很简单 最后结尾的时候 请大家深吸一口气 诶 语调就又提上来了 我们同样的方式 再来一遍啊 这本书是保罗的吗 第二种情况 同样呢 表示地理位置的这些句子 我同样也能用一般疑问句的语调读出来 请问商店是在楼下吗 说明人物关系的同样 好 这个方法真是屡试不爽 是不是啊 下面即将为大家介绍最后一种 特殊疑问句的语调 诶 讲到这儿有同学就要问 老师啊 这特殊疑问句 跟一般疑问句分不出来啊 不都是问号结尾的吗 怎么还语调不一样了呢 好 我先为大家讲解一下 什么叫特殊疑问句 也就是说一般当中出现问号的 它都是问句 没错 可它分一种叫一般疑问句 就是说它是陈述句的句型 加个问号改过来的 那什么叫特殊疑问句呢 就是我们下面即将遇到的这一类单词 比如说一般问的都是 这是什么 这是谁 这本书属于谁 您贵姓 您住哪一栋楼 等等这一些 涉及这一类的疑问词开头的 都叫做特殊疑问句 那么它的语调是怎么样的呢 开头啊 有的特殊疑问句 就是特殊疑问词 它的语调呢 在句首的时候是最高 慢慢降降降降降降 以降调结尾 也就是说啊 不是所有带问号的句子 它都是声调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我们没有说 这个地方可以背注一下哦 相当于英语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这句话的表达当中 我们问您贵姓的时候 其实直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您的名字是哪一个 在这一群当中挑一个 这就是中文跟葡萄牙文表达 语序和习惯的不一样 我们并没有说您叫什么 一般比较尊敬一点的 或是 请问您的名字是哪一个 虽然大家都知道 葡萄牙语当中能叫名字的 没几个对吧 但是人家可以这么问啊 所以啊 这个语音语调的部分啊 我们就带大家全部都读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再带大家把语音语调 从头到尾全部读一遍 首先陈数句 好 大家跟我一起呼吸啊 陈数句是这样的要求 味道 A guiru é un cinema Eles são os seus coregas Esta livro é do Baub A universidade fica no centro A minha casa fica perda da empresa A loja fica em baixa Ele é o meu irmão mais novo U marido da Maria chama-se José Eu tenho duas irmãs 好 以文句啊 以文句啊 我们这个一般呢 是生调的啊 A guiru é o cinema Eles são os seus colegas Este livro é do Paulo A loja fica em baixa 然后特殊语文句 好了 今天我们这节课啊 学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希望大家回去啊 能够根据课文 复习下分音节规则第三的部分啊 有空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拿着小本子 有事没事的就多练习练习 葡萄牙语的语音语调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在学习一门新的怪语当中 我们有一种东西叫做语感 也就是说多读 多练之后啊 你会产生一种语感 很多时候啊 也许你不太清楚那个语法规则 但是凭你这个深厚的 和多年积累的 语音语调的语感之后啊 你能很清楚的辨别 这句话当中 有没有出现语法错误 就是这么神奇 要是不相信 大家可以试试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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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啦 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 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Até a próxima